韓國女團Apro在2月時 爆出集體霸凌前成員李玄珠 當時玄珠的同學在網上發表文章聲援寫道 成員們不只是單純的嫉妒玄珠 還對她進行了折磨 在玄珠想要逃走的那天 認識玄珠的所有人都在焦急的尋找她 並為她擔心的事情我比任何人記得都清楚 我可以斷言他們中間沒有旁觀者 只有加害者的存在 此篇文章引起了軒然大波 還被Apro所屬公司DSP搞上法院 但經過幾個月的調查 警方表示沒有犯罪嫌疑決定不移送 讓許多人認為Apro成了警方認真的霸凌團 李玄珠方面的法律代理人8日向大眾傳達此消息 並表明今後也將繼續與調查機關合作 讓玄珠被霸凌的真相能水落石出 DSP方面則對此結果表示不服將進行上訴 表示因為該名發布人是從李玄珠那裡聽說的 所以在撰寫文章時存在誤會 不代表爆料就是事實 為了明確確認傳播虛假內容的責任所在 將以提供者本人為對象進行控告 並再次調查